中国男性华晨宇不仅拥有坚强的歌唱实力 才华横溢也让他全粉不少 先前他宣布和歌手张碧晨生下一个女儿 两人却没有打算结婚 令许多人感到很震惊 但他的人气人屹立不摇 不料日前有营销号爆料 有位男性比吴亦凡还惨 什么罪都犯过 种种线索跟指向了华晨宇 爆料者在内文中提到 干明男性曾出轨 未婚怀孕生下男孩 逃税陷害他人 手段触法 日夜嫖娼 卖淫性侵未成年 最后更提示对方是演员也是歌手 名字为三个字 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有一定的知名度 网友们根据这些线索推测 干明男性可能就是华晨宇 引发了粉丝们强烈不满 纷纷批评造谣者 直言华晨宇的孩子明明就是女儿 根本不符合爆料内容 这些荒唐的指责真的太过分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